刚吃午饭的时候接到我表哥的电话 我表哥说我舅妈现在是身体不好 所以说有出气就没进气 然后又加上我小舅又摔了一脚 又听到说又是中风了 所以说一个在湖南一个在湖北 所以说我母亲那时候也是很小 他们五兄妹现在只剩下我舅舅 所以我们今天也必须要赶到那边去 今天出发到那边去看一下我舅舅 然后看一下我舅妈 大哥在家里面就交给你了 鸡还有鸭都交给你了 你要守着黑口 媳妇就辛苦你在家里面了 然后你照顾好小宝贝 我媳妇没办法在街上 我小宝贝要上学 所以说我媳妇又发着运 不能跟我这样颠簸那么远 没事没事 大哥你放心 你们去了你放心 家里这些事你全部交给我跟大哥 大哥我过过一天两天 我会回来看一下大哥 给大哥买点菜 或者帮大哥做饭 知道 就辛苦我媳妇了 不辛苦不辛苦 去了把老妈照顾好 听到吧 老妈本来还有一点咳嗽 是是没办法 要去看一下不 就是亲近离得远 没办法要看一下 好我们现在出发 我们下车了 我走了啊西瓜 把老妈 把老妈照顾好 我会我会把老妈照顾好 照顾好 照顾出顾好 照顾老妈 把老妈照顾好 照顾好 照顾好 我走了啊 你自己把老妈照顾好 好 拜拜 我去帮老妈 你去哪里的 好随便随便 我们从家里面 动手有点晚了 所以说我们打了一个车 现在我们现在是到了 火车站 去订一下票 跟着我的镜头出发 智商店 去哪里的 智商店 去哪里的 都不顺便 それ都不顺便 那么就怎么看 也是很安静的 你们可能就是 相当 我 请 我们下 下 有一点 我就是 我来 不许 是 我来 这 什么 我们现在是8点半了 我们是8点42的车 现在车来了 我们要现在是坐到长沙去 差不多12点钟到长沙 我们现在送跑车了 走走走母车 来到前面 二号车箱 来给我拉母车 这一摆我们从后面 这是最后一截了 这里面就舒服吧 67啊我的个妈呀 676766在这里 大哥我的位置在这里 是在这里吗 是啊我们是6766就这里 没办法你不能坐哪个位置 能坐自己的位置 能坐中间吗 我坐这 好我们先坐下了 要赶车赶来赶去的 坐四个小时了 才到长沙 长沙还要转车 还要坐车坐到赤壁 我是今天这一次要去湖北 去我舅妈家 是我的信号 我是移动的 怎么像那么差呢 我不是电信的 要记得 要记得保护好身体 我们现在到了长沙 生活的就是长沙 我们还要去换一条火车 还要坐到赤壁 到湖北去 我要赶到我舅妈家里去 鸡饭 我们现在走了 我想看 再见 是啊 是啊 是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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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出站了 这是长沙你看 上面 长沙一个大钟啊 现在十二点多钟了 那个大钟 又去拿票了 赶来赶去的七十岁了 我母亲 内部 请取走您的票据和证件 请取走您的票据和 谢谢使用 再会 不然他想来 不然有什么好多钟 一 二 三 八 测停车 现在正式成功了 有没有到吗 插到这里面 我们现在赶第二趟火车 五千 等一下 五千这里 要赶你 现在在长沙 现在我们要坐到赤壁的 到湖北的 现在是两点多钟 到五点多钟才到 才到赤壁 好 我们去吧 我去别挤慢一点 我们是八号站台 我们走这边 确实的走这边 确实的走这边 这里 坐电梯 站着啊 夹上去 来来 好 站在这里 别别走了 就可以了 扶住 我闯这里 我是传统的 站在这里 你又在下 pulled 他爬什么呢 站在这上面 他自己带你上去了 不用跑的 八蛋台 我们是五号车厢 说认老了 哎呀 真麻烦 好 夹一下 是啊 是啊 我們是在哪兒 武昌 我們是五號 五號五號 別急 他知道我們還沒來呢 要提前檢票 武昌來到這邊 武昌 我還不願意 發生 趕車90公斤的 太大了 哎呀自己買一輛車方便 自己買那輛小麵包 趕車就是這樣 不是趕 從這裡上了 我的是這輛車啊 是這輛啊 我的是到赤壁的 可以上來 可以上來 可以可以上來 可以可以可以上來 是從這裡 這是我母村的 這邊 對 怎麼那麼在這輛車裡 是這輛 這是五號 我村我們在這裡 我們是 十號 十號就這裡了 就這裡 可以找沒位 沒人坐了嘛 好 趕下你坐這裡就可以了 沒位子的 反正有人空 我們現在上車了 我們從長沙坐車 坐到湖北去的 到赤壁下車 好 謝謝 謝謝 你好 謝謝 我謝謝 謝謝 我謝謝 謝謝 我去找他 不要不要不要 我去找他 我去找他 来来来 不打吹 我看一下这里还有油 它是有倒置壁的 要倒防干湖 我看一下 啊 它是王堂 我们倒防干湖 二哥我们到哪个位置啊 我们到防干湖 这个没有啊 防干湖 早上五点 五点半开始啊 五点半开始啊 落半车是九点半 还要等半个小时 还要等半个小时 这点没有啊 看这边呢 都是七号车 还有把比例就多 一边是四夸 或者是一边就自己 一边有三夸 没有 一边也会定 那边是一个 马上送到柜子 要不得点 一边 他们的话 要干湖 他要搅拌 他的调子 还在现在 可以 它就少了 梦吧 我手 你不把他 eat 好,我们现在到了,到了我舅舅家里 我们刚从赤壁到这里,刚下车到店里买了一点东西 去我表哥那里,昨天我们平面的赶,还是没赶得到 我舅妈昨天晚上11点钟就走了 我母亲没跟他们聊的钱,没给我舅妈 真的没办法,没车,不方便